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2018年金融海啸之后 美国的仓库市场成绩多时 开发案少之又少 可是随着经济快速复苏 南加州仓库市场 几乎呈现饱和状态 美国一家知名的房地产集团 看好这样的商机 联合这个商业商 推出了两大专案 像华人商家还有投资人招手 共创商营 大型推土机 整地打地机 马力全开 还有大型怪兽等建设机械 全部进驻工地 占地7.5acre的土地 工程加速的前进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力道强劲 从2008年成绩多时的仓库市场 因为开发案太少 现在南加州仓库 成为全美最热门的市场 大洛杉矶地区空污率 约1.5% 内陆帝国3.6% 一库篮球特别的抢手 很多用户都要看外面 在L.A.市场上的产品 他们在高兴地区空污率 在高兴地区空污率 但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他们在外面看外的市场 幸运地 San Gabriel Valley 现在新建设的新建设 工地忙碌的景象 仓库地产20多年经验的Lin 看好它的前景 开发商脚步更快 一年多前就购买Evendile这个空地 上个月动工设计成 8万6千尺的两栋全新仓库 明年1月即将完工 开发商对新仓库充满了信心 仓库旁边是知名的 Shalacha辣椒酱 新购买的大型工厂 又靠近华人密集的盛盖博谷地区 上班方便 离家境等优点 投资自用都是不错的选择 想要使用一部分 可能另外一部分想要租掉 因为我们那个设计的方式的话 是8万6千尺 其实可以隔成四个unit 那这四个unit的话 你可以自己使用一部分 还是其他的unit的话 先出租出去 等到你之后生意自己扩大之后的话 你还可以慢慢去expand进去 杰森向华人强力推荐 正在新建当中的全新仓库 还带着采访团队往东走 前进ontario 临近ontario国际机场 三栋舱办共用仓库强力上市 地点靠近10号 15号 60号三大公路 交通四通发达 对面是日本丰田汽车机场的分配中心 绝佳地理位置 新房东一连钱买下三栋建筑 更有30个单位 每单位平均7千尺左右 内部空间宽敞 现在只卖不足 全力找买家 它们有极限的余装 杰森和房东合作 联手抢工华人市场 他表示一个6,895尺的单位 一尺卖价140美元 一尺的租润价7毛钱来比较 如果买的话 一层投款约96,000元 每月房贷5,100元 地产税和营运成本 每月6,400元 屋主每月享受税务 和其他优惠约4,100元 每月实际付出只要2,300多元 可是租润的话 算下来每月要付出2,800多元 比一比谁比较划算 是自己的公司的话 他们如果需要付这种租金出去的话 对他们说 现在我们市场那么热门的时候 租金是一年一年慢慢的涨 那这种项目有给他们 一些user 一些owner 一个机会自己买下来 然后自己 不要说付别人的房租 自己付自己的mortgage 数字会说话 聪明的老板和投资人算盘一打 答案是一清二楚 看好仓库市场的商机 杰森和精英团队强力推出商业和工业园区两个仓库专案 希望华人站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制高点 抓住仓库市场的好势头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跟他们联络 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 请上官网查询 东西新闻 五中国英雄文在洛杉矶的采访